大家好,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在东南亚有这样一个国家 这里是一个浅诚的佛教徒聚集地 是旅游日门景点 人们对人妖红灯区更是抱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这些年来 这个美丽的国度经历了十多次政变 撤换了数十个总理 虽然政局不稳定 但国王和王社的地位却稳如泰山 这就是泰国 今天的泰国除了面对疫情的冲击 还要面对民众对王室的不满 今天华人百科 希望用十分钟时间为你来整理 关于泰国王室不想让你知道的七件事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 赶快点击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新上传的节目 事实上泰国在上世纪经济发展得不错 却在后来陷入了停滞 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进步 甚至被后来发展的国家逐渐超越 广大泰国民众生活贫苦 平民卖儿女的现象到今天还存在 虽然这个国家不富有 但神奇的是他的国王特别有钱 早前国外媒体就曝光了全球最有钱的王室榜单 当大家都认为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又或者是石油之国的沙特国王 会拿下冠军的时候 很意外的 排行榜中地名的竟然是泰国国王 瓦吉拉隆宫 任何人也不可以对国王做出任何指控 国王是东南亚这个国家中最高的统帅 这种至高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 是有绝对实权 泰国就有冒犯国王法 如果犯罪将会被判处最高监禁35年 而且对外国人失用 甚至有过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批判泰王 但是入境泰国后被捕的先例 在绝对的权利下泰国王室的显性资产将近500亿美元 占泰国GDP的10% 是全球第一副的王室 上一任国王普密鹏在位时 因为解决很多百姓的实际问题 还深受泰国民众的爱戴 在2016年88岁的普密鹏去世 儿子马哈瓦吉拉隆宫 续位成为了新的泰国国王 但是国王瓦吉拉隆宫种种行为 使他在泰国民众心里的地位 却远远不及他的父王 如今更是爆出后宫丑闻 名望大帝啊 泰国的政治结构比较特殊 它不像英国、日本、其他的君主立宪国家 王室只是一个象征意义 在泰国 国王掌握军队的最高权力 是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而总理只负责国家的行政 政府主要的内容是建设和发展 并没有豪事的军事领导权 泰国军队被称为泰国王家军队 顾名思义 泰军隶属王室的 英国的海军也冠以王家之名 日本帝国时期 日军也称大日本王军 但泰国和英、日等君主立宪国家 不同的是 明选的总理虽然是政府首脑 但是不能够掌握军权 简单来说 就是泰国军队不归政府管 只归国王管 这就让军队一旦对政府政策不满 就可以发动政变 用武力推翻垂落的政府 泰国近代历史上 如果当王权和政府相违背的时候 军队就会以效忠国王的名义 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民权政府 甚至可以废除宪法 在2014年 泰国发生的政变当中 其实就是泰国王室所推动的 当时候民主选举产生的泰国 英拉政府被推翻 法院以滥用职权 违反宪法为理由 解除英拉的总理职务 清泰王的军政府首领巴玉宣布 武装部队在经历数月的政治动荡后 军方宣布接管政权 这也是泰国1932年以来 第十二次军事政变 现年68岁的瓦基拉龙公 从2016年开始担任泰国国王 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德国 他15岁的儿子也在那边上学 今年5月 德国媒体爆料 当泰国国内经济因为新冠疫情 受到重创时 国王瓦基拉龙公 却在德国享受旅游开趴 不顾德国当前的防疫工作 坚持举办大规模派对 甚至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包下一家酒店 还随行携带了大量的侍从 和20多位嫔妃一起开派对 国内经济下滑 抗议不断 泰国国王却依然身处千里之位的德国 连德国当地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在酒店外墙上用投影打上标语 抗议泰王的玩乐 为什么泰国需要一个住在德国的国王 当这个消息传到德国之后 泰国老百姓彻底生气了 许多泰国人在网络上发声 标签我们为什么需要国王 这个讨论一度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 今年10月 德国也看不下去 外长还发出了逐客令 公开指责别的国家领导人 长期居住在德国境内 并且远程通知国家的行为 是违法的 其实吧 王室有钱本来就不是新鲜事 毕竟世代积累传承 但是泰国王室也太有钱了 除了国家的税收 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前泰王普密鹏在位的70年期间 就打下了坚实的王室 经济基础 王室的资产主要是靠地产和投资 比如在全国有几十处供电 还包括一些商业地产 像是曼谷的闲罗酒店 大型房地产项目等等都是属于王室的资产 此外泰国王室还有遍布着全国的农业和雄物业用地 全国它的土地面积总计超过130千的英亩 单单是租金收入啊 泰国国王每年都可以进账好几亿美元 除了土地资产外 泰国王室资产局还持有泰国最大的两家公司 泰国会商银行和泰国撒盐水泥的大笔股份 赚进大笔的股息收入 当然以上所说的这些资产 只是包括了王室资产管理局的 并不包括泰国王室成员的个人资产 小编问你一个问题哦 为什么周边国家像是缅甸 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历史上都被侵略和占领过 唯有泰国能够堵散其身 事实上泰国的军政府在政治上 具有举足群众的角色 是和历史有很大关系的 在二战时期泰国倾向大日本帝国 成为轴心国的成员 也成为日本在亚洲唯一的盟友 当日本发动太平安战争 日本和泰国签订日泰同盟条约 泰国甚至向英美宣战 日本就答应将部分的缅甸和马来亚半岛的土地 隔让给泰国 1945年8月 日本被逼宣布无条件投降 泰国也成为了最后一个停战的走心国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看风使脱的泰国成为了美国主要的军事联盟 在经济上军事都有侵略的关系 在越战期间 美国空军曾在泰国境内驻扎大量机队和人员 在东南亚地区 泰国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被侵略过 依靠的就是强大的军政府实力 因此在政治上 泰国长期由军政府统治 直到1991年 泰国军事政变之后 泰国由军人政府过渡到文人政府 关于泰国近期发生的反政府思维 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这和美国又有关系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近期的频道 有什么内容是想要我们团队 制作研究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 记得现在就点下订阅哦 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下星期见